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78集 雨水稀稀哩哩地下着 敲打在工坊之上的屋顶 劈啪作响 和屋顶下方死一般的沉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工坊理工人们畏惧地聚集在最后方 脸上的惊恐未加遮掩 但大家的手已经开始下意识地去摸那些铁锹木板 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什么 而站在前方 主持罢工之事的司库们更是满脸畏惧 看着访门口安坐椅子的钦差大人 再也没有人理会已经死去的萧主事 已经没有人敢去看一眼颅口旁那个尸首分离的残景 只是惊恐注视着范贤那张温和柔美的脸 众人的脚下意识地往后退去 一人退 十人退 众人退 司库们退后的脚步声沙沙作响 就像是千足虫在沙漠里爬行 只是工坊总共就只有这么大 后面又被穿着单薄的工人们站去了大部分地方 这些穿着青色服饰的司库们又能退到哪里去呢 范贤看着眼前这一幕 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和声说道 本官不是一位残暴之人 诸位工人莫要害怕 朝廷查的 这是司库贪污寇享一事 与你们没有什么关系 最后方的工人们互相看了两眼 心绪烧定 却不敢完全相信这个年轻的大官 手里依然握着铁锹的把手 你 你就算是朝廷命官 可怎么能胡乱杀人呢 一名司库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沉默的压力 尖着声音哭喊道 这时候转运司库使马凯 正傻乎乎地站在范贤的身后 他根本没有料到范贤竟是二话不说 便先砍了一个大房主室的人头 今天这事弄大发了 可该怎么收场呢 他颤着声音 又惊又怒地说道 侵察大人 这 这是为何呀 万事好商量 唉 完了 这下完了 在马凯的心中 内裤最紧要的便是面前这群司库们 只有这些人才知道如何将内裤维持下去 就算你犯贤今日砍几十个人头 逼这些司库们就犯 可是日后呢 司库们含怨作势 谁知道会将内裤变成什么模样啊 更何况 还有两位大房主室也在闹公巢 如果知道你杀了假房的萧主室激起了民怨 罢工之势真的继续了下去 天哪 您要真把人杀光了 谁来做事啊 难道指望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工人吗 范贤没有理会身边手足无措的副使 事业苏文帽靠了过来 然后轻声对坊内的所有人说道 都给我一字一句听着 众人一正 苏文帽从湿漉漉的涟漪里取出几张纸 眯眼看了一下 便开始高声读了起来 警察明 内阔转运司三大房 甲房主室 萧静 自元年以来诸多恶行不法事 苏文帽皱眉看了一眼 那些瑟瑟不安的私库们 继续说道 庆历二年三月 萧静满铜山矿难 吃死人饷五年 一共合计一万三千七百两 庆历四年七月九日 萧静行会苏州主部 以剑价够得两天七百亩 庆历六年正月 以萧静为首的三大房主室 并一干私库 拖欠工人工钱 累计余万 引发暴动 死十四人 赏五十余人 罪状 不知道罗列了多少条出来 念得苏文帽嘴都有些干了 只听他最后说道 其罪难数 以庆律当斩 然后他从怀中取出地气若干 苏州主部的共状 以及相关证据 不要再问我要证据 范贤接着开口说道 人证我留着的 物证也有不少 像萧静这种混账东西 本官既然主事内裤 但是断不会留的 那些本自颤立不安的工人们 听着钦差大人议罪 听着那条条罪状 顿时想起来 平日里萧静此人是如何的横行霸道 对手下的工人们是如何的苛刻阴毒 顿时觉得钦差大人杀得好杀得妙 而那些司库们眼中的怨毒之意 却是愈发地重了起来 有人不服 喊道 就算要知罪 也要开堂审案 御驾知罪 何患无辞啊 站在范贤身后的副使马凯 听着苏文冒念罪状的时候 就知道钦差大人是在找借口 萧静做的这些事 其实内裤转运司的官员心里都清楚 只是就算要依庆律治罪 可是你也不能就这样胡乱地杀了呀 马凯毕竟因为这个是表弟仁少安的关系 想与范贤维持良好的局面 所以再如何不认同范贤的行事风格 也是强行闭着嘴不去质疑 他不质疑 但是转运司里还有长公主留下来的心腹 可不肯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呀 阴险地说道 大人处事果断 只是赐这等贪赃王法之辈 似乎应该开堂名审 让他亲口承认 方可警惕萧小 而且大人给了司库们三日之期 这三日的时间还没有到 不免 司库们颤立着 却不死心 听着官员的队伍里 有人帮自己说话 更是大着胆子鼓躁了起来 范贤根本没有转头 唇角泛起一丝冷笑 本官乃监察院提司 身兼内裤转运司正史 监察院负责查案 转运司 以庆律特例 由正史断案 审他斩他 有何不可 再说了 本官也不是用这些罪名斩他 他微微低头 笑着说道 挑动工人闹事 罢工 抵抗陛下旨意 本官难道还斩不得 这等无军无腹之徒吗 情侣缜密 自杀人这种事情 暗中做着无妨 但像范贤这样 明着 堂而皇之杀人 则是需要一个极好的借口 如果他只是 用宵敬的不法式为绳 来说明自己杀人的正当性 就会给官员们 还有司库们 一个极好的反驳机会 不问案 而斩人犯 放在哪个衙门 都是说不过去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临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但范贤这人呢 做事啊 很实在 明明查识了宵敬的罪名 却偏说是因为对方不敬陛下旨意而斩 旨意这种东西最是虚无缥缈 他身为钦差 当然有最后的解释权 而监察院查的宵敬罪状也是很必要的 日后在京都朝堂上打御前官司 这些强买良田 欺民致死的罪名 足以堵住事后的质疑 当前杀人李威 事后取证堵住世人悠悠之口 这才是谋虑长远的安排 甲坊的大房里 已经死了一个人 而工人们对钦差大人有所期望 司库们胆小如蜀 官员们虽然心中有鬼 却无法当面指摘返贤 局势稍稍稳定了下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 以炳良坊的工潮也平息了下来 不过那两处 由于是叶参将与善达两人处理的 所以多费了一些时辰 这两个人不像范贤一样 胆子大 只敢抓人 不敢杀人 其余良坊的司库们 被军士们压着进入了大工坊中 工人们被严禁留在各坊之内 饶是如此 忽然间涌入了两百多名 轻衣撕裤 还是让大工坊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 只是军队 刀枪寒芒所指 监察院弩箭相逼 再拥挤的人群都不敢有半分动态 看着这一幕 随着范贤来到工坊里的转运司官员们 心头大惊 众官直到此时才知道 原来钦差大人对于三日令 最后一天的局势早做出了安排 而且他似乎早就猜到了 司库们会有过激的反应 一时间 那些信仰方面的亲信官员无不失望 看来今天这场乱子闹不大了 但同时间 他们也在期望着 范贤待会儿下手再狠些 最好将所有的司库都得罪光了 日后内裤前产 质量下降 看你如何向陛下交代 等房内稍安静了一会儿之后 范贤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本来红在涟漪里的几棚小水 流到了地面上 他看着面前几座一堆的司库们 只见这些司库们眼中有有不服之意 儿子以丙两访被押过来的司库们 更是游游娇涩 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人倒得挺奇啊 他温和笑着说道 昨夜天降大雨 这间工坊被浇西了 你们那边呢 还有 明明隔着三四十里地的工坊司库 怎么今天都在衙门附近呀 就算工坊阴雨停工 你们也应该去自己的坊内看着才是啊 天时尚早 难道你们已经去了 然后 又折转回来 他自顾自地说着 而司库们经由先前坊内留下的这些司库解说 终于知道先前发生了什么事 面色渐渐苍白了起来 范贤摇头说道 这下好啊 诸位罢工的罪名拿实了 本官也好下手杀人了 经过萧主事的非正常干脆死亡 经由言语的传播 司库们如今终于知道了 钦差大人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听着这句淡淡话语 司库们嗡的一声炸开了锅 有出言求饶命的 有游子狠狠骂娘的 有的人眼睛咕噜直转 似乎要看着工坊哪里有狗洞可以钻出去 人群渐渐散开 形势危乱 只是外围的军队和监察院看得紧 又将众人逼了回去 有两个人从司库里挤了出来 不是旁人 正是此次公朝的三位领头人之二 以炳两访的主事司库 这两位主事呢 先前在各自治下 最大的一间工坊内意气风发 口若悬河地指挥着 司库与工人们罢工 言辞滔滔声势惊人 虽然工人们有气无力 有心无意地看着他两人 但是上百名的司库们 则被他们说得无比动心 心想 以自己这些人脑子里边的这些智慧 朝廷怎么也舍不得严惩啊 当然 这两位主事也严令诸位司库们 对于钦差大人要恭敬无比 咱们要的只是家中的银子 不被朝廷夺了 而不是真的要造反 没料到 罢工不过一会儿时间 有访外就冲来了无数兵士 与监察院的密探 面对着兵器 二位主事的言语 顿时没有了力量 乖乖地束手就擒 被押送到了这里 但一路他们依然有底气啊 心想 自己这些人 行事有分寸 你钦差大人也不好如何吧 没料到 钦差大人做事没分寸 在人群里站了一会儿 二位主事才知道 原来和自己一起密谋罢工的萧主事 他竟然死了 二位主事站在人群外 在房内四处看着 终于在炉口边上 发现了萧静的尸首 那片血污与头颅煞时间 震慑住了他们的心神 二人悲声哭嚎道 萧大人 萧大人啊 身边近是刀枪 所以不敢去炉边豪嗓 但他们依然抬起头来 用极怨毒的目光 看了范贤一眼 知道自己今天 大概是逃不过去了 范贤没有看他们 只是微微偏头 听着闪达的汇报 当知道两访一应如常 监察院三处的济师们 已经全部接手 没有人敢趁乱做些什么 这才放下心来 而这个时候 一名本应住在府内的虎卫 悄悄越过朱关 来到范贤的身边 凑到他耳旁说道 府里那位想出去逛逛 冰坊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内处负责生产 军械船舶之类的要害物 如果内处的机密被泄 日后在战场之上 不知道清国会 多死多少年轻人 范贤可不敢负这个责任 本来听着 闪达的禀报 金头烧鞍 但听着虎卫的禀报 眉头又是皱了起来 海棠化妆成婢女跟着自己 可以瞒过官员 可以瞒过许多人 却瞒不过高达那双 鹰一般的眼睛 虽然范贤发现 自己犯了这个大错 但已经无法弥补了 好在企年小组暗中盯着 虎卫并没有向外面 放出什么消息 这才让她稍安了些心 又开始疑惑起来 但眼下并不是处理 这件事情的时候 虎卫所指的那位 自然就是海棠 看来那位村姑 知道今天热闹 只怕是想趁机做些什么 范贤平静地说道 不准出去 盯着 用一切方法 今天将她留在府里 七名虎卫队海棠 正是去年草店之上的 标准配置 范贤并不担心什么 而且一旦武力相向 海棠知道自己的决心 自然会安静下来 处理完了自己的事情 范贤才将目光 重新投注到了场中 说道 将这两个缩动闹事 对抗朝廷的罪人绑起来 早有兵士上前 去将两位主事捆绑起来 司库们虽然面露害怕与仇恨 却没有人敢上前帮手 一方面是暴力机器在前 另一方面是 这些司库们这些年来 将银子都挣饱了 尾实在没有斗狠的勇气 钱越多的人胆子越小 范贤将这件事情看得及明白 范大人 两位主事并未抵抗 有些麻木地任由军事将自己的双手付住 但以防主事游子悠悠地盯着范贤的脸 你要杀便杀 只是看你日后如何向朝廷交代 是在威胁本官 范贤笑了起来 来之前的路上 我就曾经说过一句话 死了张屠夫 难道却要吃带毛猪 少了你们这些个小厮裤 难道本官就不会打理内裤了吗 一防主事惨声笑道 是吗 我们确实小瞧了钦差大人您的决心呢 但您似乎也小瞧了这些不起眼的工坊 他最后那句话 简直是用喊出来的一般 显然已经绝望 但更是有着变成鬼 谁也要看范贤究竟如何将内裤废掉得狠念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闫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